知道臺灣的生育率有多低嗎 美國中情局公佈全球兩百二十七個國家 臺灣被列為全球預估生育率最低國家 屏東有醫師認為 要改善社會福利之外 不友善的公共交通設施 恐怕也是主因之一 就怕結婚的意願低 生育率也就受到了影響 南部各縣市除了生育津貼之外 甚至還大方送起了結婚紅包 機車隨停在人行道上 導致用路人行走不便 現在有醫師看到這狀況 坦言公共交通設施不友善 可能成為生育低的其中一個原因 根據統計今年一到三月 屏東縣的出生人數為948人 高雄則是4082人 臺灣也被美國中情局列為 全球預估生育最低的一個國家 生育率比較低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大家晚婚 那生育年齡就是說 當然就是如果年齡越高的話 那當然就是變成說 我們懷孕率會越來越低 為了鼓勵結婚生育 南部縣市祭出各種優惠 恆春鎮在2017年率先推出結婚補助 3D門鄉也跟進 涉及一年即可申請最高兩萬元 立槓則是第五胎可給到15萬元 高雄也補落人後 月少到宅服務 第一胎從80小時加碼補助到100小時 我們的第一胎呢 就會從80小時提高到100小時 現在呢 我們的月津貼就是一般戶的話 每個月領的是2500 然後到明年的8月呢 就可以領到4再加1500 就可以領到5000塊 除了官方福利民間第一線月子中心也 跑出優惠 大概差了大概有五到六折 媽媽呢 在這邊有一張終身的媽媽卡 這邊都可以做一些優惠的 月子中心除了房價打了將近五折外 院方更貼心發出會員卡 產後不論是媽媽還是小孩都能隨時回診 不過看到津貼補助如此多 真的能增加生產醫院嗎 畢竟養育費用是長期開銷 眼前的補助儘管不無銷補 但整個經濟環境改善 恐怕才是讓準媽媽點頭動力 華視新聞